是一名工程师,因为呢,带头巾的问题,不准他去开会,结果他到台上抢了话筒说了几句话,把头巾一丢走了,丢头巾的那个动作帅呆了,我们看一下啊,搞笑的是这个家伙,他们的大统领 跑到北大来演讲,搞笑 他说,无法认同一个不允许女工程师因为没有正确佩戴头巾进入集会的集会, 这种歧视女性的活动不参加才是正确的 连续的抗议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已跌至新低 示威活动 实质 处决两名与该国之前抗议活动有关的男子40天 抗议活动爆发于